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養狗仔跟你教一個小朋友 我覺得是一樣要付出這麼多愛心 狗仔其實沒有家的概念 但你就是他的家 你去到哪裡,這個就是家 我覺得跟他有一個緣分 我很希望他可以在我家裡生活 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為之 我覺得在我自己想像之外 當節目監製來找我做的時候 他說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興奮 這是第一個狗仔的表演 唯一的選美比賽是不分年齡 不分性別 這是第一屆超模冠軍 如果能夠感染到整個香港 甚至乎所有會看這個節目的觀眾 給予更多人與狗之間的感情 或者是兩種生物之間的聯繫 去感動到的話 這就很重要 超級武特二帶賽 邀請了多個專業團隊 參與訓練和評審 包括動物行為訓練 寵物美容、影像設計 寵物攝影等等範疇 全方位發掘完美超模 報名的人犬組合數目超過六百個 當中有接近五十般不同的狗狗品種 有機會面試的亦只有大約二百組 牠們向著同一個目標進化 大狗、小狗、長毛短毛 有男有女 齊齊爭做Super pet model 不同身分職業的主人 帶來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看見你的職業是政府救生員 做心理輔導 我替別人問頭髮 其實我是一個健身教練 我是一個舞蹈員 職業本身是騎士 我是教瑜伽的瑜伽老師 大家好,我是Alvin,五虎橋 我是TVB的陷阱藝員 我是一間遊戲公司做管理 有營運、管理等方面 其實是一隻寵物 Virtual pet的質量遊戲 我姓蔡,是我女兒養她的 你可否說一下女兒是誰 可以的,我的女兒是蔡師輩 因為我自己有陰陽眼 所以我自己是一個通靈師 我的狗也是一隻靈靈狗 其實她也看到靈太那些 其實她也看到靈太那些 我來吧…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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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認識我,因為真的沒有問題 你都看過參加你吹菜的話 我去問吧 因為我…因為我圓桶 我要圓桶打,有幾天不舒服 是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不是,錯了 你好 這是給狗狗錯的 對 你好,你好 你好 是 我 是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簡單介紹你自己和他 讓我們認識一下 好,我叫Simon 我叫Simon 他叫Simon 他叫Simon 他三歲半 他叫Simon 是一隻Captor King Charles 是一隻Captor King Charles 是透過什麼途徑 是得知這個比賽的呢 電視 電視 對,看電視看見 有一個模特兒選美 他可以參加一下 我覺得他也應該可以 因為他也… 他還不錯 我猜他 我們有一天看TVB的時候 那個角度大了出來 然後就在想 他十三年來也只有一個碳字 所以看看他可不可以 幫我們做一點點事 上網看見 然後就覺得他需要被打造 其實我是貪玩的 我想嘗試看看他能否入圍 誰知道真的接到你們的電話 然後我跟他說 你贏了就你養我 我躺平的,好嗎? 你估計這個節目是做什麼的? 不知道 可能…選美 九屆的選美 因為沒有特異 我猜應該好像以前最頂級模特兒 那樣 不,不,我相信你等很久都可以 成為一個模特兒 你覺得他像一個哪一類型的模特兒 我想有趣 他笑的時候是真的漂亮的 但他現在不懂笑 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的樣子好像很幽默 看著他,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臭小子 不是,他好像那些狗漂亮嗎? 而且他喜歡表演刀吉阿 佛系 他是佛系的模特兒 是 珍珠過來 坐下,坐下 坐,好 對,右手 左手 對,經常顧著石,他很喜歡石 對,很漂亮 我為什麼會帶他來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他很頂級 先看他人 看這邊 因為他經常會定格 他的側面表現很英俊 我覺得他像張國榮的類型 其實他之前拍過你們的電視劇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他拍了寵愛的屁股 做一個臨技角色 雖然有一個小角色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原學家 而我看到他的樣子 他完全符合風水命 看見他這堂氣味 就知道他必然可以踏入這個權貴的社會 轉動,轉動,轉動 轉動 轉動 走 走 走,這邊 流口水 好 阿大王,先喝光 先喝光 說韓文,可以嗎? 可以 也可以 沒所謂,你嘗試說廣東話 是…好,我說廣東話 我是韓國人 我生日的時候 我老公帶他去工作 他很自然 他是本來的模特兒 他很忙 是 他要到處玩 你試好了,不要讓我… 不要讓我變身 你變身會怎樣? 我沒有 我很餓的 試好 不要吵 好… 他最喜歡吃什麼? 牛扒 我媽媽經常去買牛扒給他吃 都不買給我們吃 所以每次我跟他們說 他們真是狗命 很狗命 大家都猜不到 就是他喜歡吃榴槤 他一看到榴槤就很瘋狂 狗靈吃,他也沒那麼開心 那你怎麼形容你和他的關係 我和他的關係應該好像情侶 你看 他已經黏著我 我又很掛著你 天作之合 你覺得你會為他做到… 你的底線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是嗎? 洗澡、逛街等都可以 好的 對 真的沒有?真的沒有底線 沒有底線 因為他之前有腦膜炎 所以他有一次就昏迷了 就離開了 但他很厲害 在一個星期之內 就復活到現在這樣 我覺得對著他有失而復得的感覺 他就是我的小狗 Luffy 其實是戰勝了很多的病 才會來到今天八歲 他三年前有癌症 就是臨巴癌 他肺炎也試過兩次 最嚴重的那次就是三年前的癌症 我以為他五歲的時候 就已經會離開 甚至是醫生也覺得要有心理準備 我曾經以為五歲的時候已經沒有… 即是他會離開我 但他竟然可以度過了 我很珍惜他還是健康 還活潑、還能走走的時候 可以再跟他做多一點 可能一、兩年後 他已經再老一點 或者再沒有體力 跟我一起到處去 我是點心的主人 他是領養回來的 其實他原本一胎有六隻 六隻都是綁在樹上 我們估計準備做點心的給人 對了 那就是那些行山人士救回來 那我們再在一些教授 就領養他回來的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這樣 對了 我覺得有一隻狗在家裡 整個家人的感情圍 是可以更加好 因為我們可能所有的話題 都可能會集中在Dobby身上 謝謝你來到這個家 因為可能最初我們都擔心你 會在以前那裡生活得很不開心 不知道經歷過甚麼 其實你對於我來說 是很重要 他站出來的時候 就算我不是特別喜歡這隻品種的狗 但我也會被牠迷倒 或者我也會被牠吸引到 而那吸引不只是純粹 因為牠外在的東西 是牠裡面可能有些東西 你參加這個比賽前 可能你還未準備好成為一個超模 但你經過了我們這個比賽 我希望你做到的是你超越到你自己 可能真的要到我們看到一些參賽者 然後我們要再互相溝通一下 大家一起去想一下 究竟我們會用甚麼標準去選他們出來 製作組和專業團隊 根據參賽者面試的表現和特質 經過連番討論 充分考慮每一隻狗狗的可數成 終於選出十六組參賽者 成為超模預備生 本輯節目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總值港幣一萬五千 Paparazzi送出Hotalo厚形寵物鳥箭 總值超過港幣一萬五千 幸福站送出凍桿寵物小吃 殺菌噴霧及手工繪製時牌 總值超過港幣一萬五千 香港電視史上 第一個主人和狗狗一起參加 爭取成為Super Pet Model的 選獸真人秀正式開始 大家好, 我是很喜歡狗狗的 Jarvis周易偉 大家好, 我是很喜歡狗狗的 Carmeny, 王家文 我們這個比賽雖然第一次舉辦 但是我們的報名人數 已經超出我們的預期 競爭很激烈 對, 先說說 我們收到超過600份報名表 即是參賽者當中 有超過600個主人 還有600隻狗狗 當中只有200隻狗狗 被選中去面試 我們的評審團隊 是超過五天五夜 100個小時 才選到16位的九屆明日之星 所以他們每一位 都有機會成為超級無特兒 現在有請16位 超模預備生 好 我是Cini 我是一個畫畫老師 他是Guccia 是一隻Ita Lian Greyhound 這隻跑得很快 意大利靈體 Cuccia是一隻Ita Lian Greyhound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少見到 英文貴, 近年好像比較多 對… 本來都是喜歡Vip Pat 即是腿童類型的狗 然後再在街上見到牠的時候 見到牠的顏色是很特別的 因為平時都是灰色或痕跡 但牠的狗是海豹色 比較少見和特別的 所以立刻就不想了, 就養了牠 但剛才我們跟牠的互動 我覺得是這麼多隻超無如備生當中 牠的精力是數一數而厲害 是 因為牠也是第一個出場 然後牠的精力好像是沒有電 到現在還是發得很厲害 對… 牠是很需要放電的一種品種 因為如果你不出門的話 我試過下雨 整個星期不出門, 牠就會在家裡爽跑 自己不停跳… 然後凌晨的時候就不停跳… 我知道有誰跟Gucci最友善 已經友善了 有, 有這個… 所以牠是這樣… Motri在那邊, 是嗎? 對, 是Motri進去吧, 牠們也是 不如我們找點東西玩吧 不如我們找Sunny吧 看哪條你長一點 那你正在贏, 誰夠你長 我想問Motri這個肺炎 是牠想跟牠的朋友玩? 還是牠們正在做什麼? 對, 牠也有點想跟牠玩 牠看見牠出來就很開心 對, 很興奮 我是Sarah, 牠是毛毛 我本身是做理財策劃的 毛毛是一隻鬆絲, 今年七歲 牠的工作是全職在家裡做一隻大公仔 對, 我覺得毛毛 各位參賽者要小心 因為牠既成熟又穩重 而且牠很有自己的個性 牠簡直就像小雪一樣的霸道總裁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你知道牠入選的原因是什麼嗎? 因為牠有很多毛 為什麼? 關於多毛什麼事? 因為這次是超級毛特兒 簡稱超毛 所以我當初也說 牠最適合這個比賽 就是因為牠有很多毛 假設牠入選 你覺得牠是哪一類模特兒? 另外就是有三個代言 奶粉、遊戲機和新髮水 你覺得哪個很適合牠做代言? 假設牠會成為什麼模特兒? 是一個超毛, 真是很貼合的主題 因為牠有超多毛 牠適合什麼廣告? 我覺得牠會是新髮水 因為牠的毛不停生長, 又濃密 如果用為新髮水 應該可以變成金毛絲王 但我看到你這裡 有些牠很厲害的地方 你說毛毛走路時會腳踩離地 牠好像穿了高跟鞋子 牠可以表演一下 牠走一下 對, 因為其實鬍絲 應該是整隻手掌都會在地上 是趴在地上 但其實毛毛, 你先起來 牠不肯 牠的腳永遠好像踩了高跟鞋子 好像踩了高跟鞋子 對… 所以牠走路的方式也是很特別 我叫Kevin, 我是一名律師 這位是Sumo 牠是一個兩歲半大的法國老虎狗仔 我和Sumo有什麼賣點? 兩個字 病人 大家好, 這是Sumo 兩歲半的法國老虎狗 他既圓潤, 又肌肉紮實 就像日本雙撲手一樣 所以我叫做Sumo 他也有一個竹文名 他姓Sumo, 因為跟我姓 明毛 叫Sumo Sumo Sumo 英文名叫Sumo Sumo Sumo 所以叫做 小孩本身不是選擇他 是選擇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就不理會我 他就不斷走過來 不斷惹我 在我面前坐, 又給我一隻手 我覺得好像很有緣分 是他選擇我, 不是我選擇他 可能這樣就… 很自然地有個父子相 我很喜歡French Bulldog 然後進來, 我看到我也想撩他玩 但他的眼睛是看不到我的 他真的只是在不停聊… 不停聊, 旁邊還有一些狗 他的眼神很純真 你看到他的眼睛 你可以看一天 對, 他最殺色的就是眼睛 你看著他, 你會心軟 剛才你也說了他的眼神 你填說他的眼睛懂得說話 他現在是看著大家在想 你們怎麼回覆我 或者有任何韓人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我站在這裡 可不可以抱我下來 還說不久 是 還說我有東西吃了嗎? 我是Miu, 他是Gary 他是一隻比紅犬 其實我跟Gary一樣負責吃碗糞 我覺得我們也很有親和力 Gary其實是一隻標準 手上身形的比紅 他也剪掉了很標準的比紅状 然後他的樣子很可愛 而且他的樣子很蠢 又不是很蠢的啊 是 很蠢 他是… 他比較蠢 他很小朋友 他比較蠢 就是蠢 他很蠢 你這樣就可以嗎? 你現在是狗身攻擊 是狗身攻擊 我看他的主持人很多都是球頭 如果你說這次這個比賽 你想幫他設計另一個造型 你會怎樣幫她做? 你們別嚇我了 我… 我當成的時候 她說會將她剪成三個型和四方型 我的天 作為模特兒 可能很多風格、團隊幫她做 可能不是你平時的那間 你放心讓她們打你嗎? 我也相信她們是專業的 她幫你打造不是一個球球的時候 是一個正方型或三個型的時候 正方型我未必能接受到 我相信她也不會跟她剪正方型 三個型也比較難 真的剪成正方型也挺好的 真的正方型的比喻 我叫Sharon, 我職業是模特兒 Silly是金毛, 兩歲的大女孩 我跟Silly的賣點是… Silly是金毛界的世界女 好, 那不如請你介紹一下她 以及Silly告訴我們 她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Silly是一個金毛狗 她很善解, 容易溫柔體貼 而且她喜歡照顧小朋友 有時候跟小朋友說 親戚時睡覺時會幫她蓋皮 我看到她有一個很厲害的才藝 對, 她懂得扮救護車叫 我也想了解一下 是怎樣的 有一次四個月跟她放狗的時候 有個救護車經過 她也扮救護車在這裡叫 帶警車, 全部的車都不會有 只會救護車才會跟著… 她可能會幫救護車加油 我們快點去救人吧 是 她現在還能做到的? 那個救護車叫聲 也能做到 很棒 她要帶一隻救護車 厲害… 我是Ken 我是做銷售的 梳打是一隻一歲一個月大的糖狗 梳打在這十多隻狗裡 我覺得是充當一個 型格守護者的擔當 梳打剛才走出去蝦蝦的時候 已經很有型了 很有型, 對 你好, 梳打 你好 你好, 梳打 梳打跟大家四個嗨姐 嚇得攝影師哥哥震得手脈 你想我加你分吧, 梳打 挺重的, 梳打過來 我看他的形容是 他好像古埃及的守護獸 果然在守護著主人 我已經感覺到守護了 他應該知道我想對他的主人不利 其實你說得對 糖狗比較警戒深重 和他比較親愛 所以他剛才也有一點 如果走得快一點 他都會覺得做什麼 所以他有這個特質 那時候其實他是我朋友救回來的 就是在草叢裡救回來的狗 本來我是幫忙照顧著他 當然了, 照顧照顧一下 日狗生情就結合在一起了 我覺得有些很傳統的 一些中國人的思想 都會挺介意黑色狗仔的 我覺得其實這次也挺好 我們有一個超毛預備生 他來到, 他有一隻黑色的糖狗 也有另一種 我覺得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新的訊息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認識一下糖狗 下一集, 鐵路超毛界黑幕和潛規則 是一個最新的情況 在19X東里的花園 看令人居然有污漢 提供到一個政策 看到人居然有個心臨 跟別人的 是一半 種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